早语,明星证明自己没整容,杨颖家八个家字,杨蓉洗脸,而他去做鉴定没要明星整容的话题是有很多的,而且在娱乐圈里面明星为了证明自己没有整容,可以说是用尽了很多办法的。 接下来就一起去看看吧,办冰冰都知道办冰冰长得还是比较好看的,可以说是人红是非多,所以被质疑整容了,但办冰冰为了证明自己没有整容还跑去医院鉴定了,而且还在节目上面主动要求能够识别是否整容的人去捏自己的脸,这样也是能够看出来他确实是没有整容的,不然怎么会敢在节目上直接鉴定呢? 你们说是吗? 以能静以能静也是被质疑整容之后,开直播证明自己没有整容,还捏自己的下巴,而且在出席活动的时候,也是让旁边的女性捏自己的脸蛋,看样子也是够平的,用这么土的办法,证明自己没有整容也很不容易了。 大家觉得,以能静整容了吗? 杨颖杨颖因为跑马火了以后对她的争议还是很大的,有人说她整容,有人说她演技不好,但她一直都在证明自己,还在坚持拍戏。 杨颖问了证明没有整容之后,还用八个夹子夹在了脸上,一下拉下来看样子也是很疼了。 大家看完觉得杨颖整容了吗? 李心爱李心爱在锦绣未央,里面的样子,被很多人质疑是整容了,但李心爱为了证明自己没有整容,放出了自己和妈妈的合影。 而且照片里面的母女两人也是长得麻像的,大家觉得李心爱整容了吗? 杨子杨子作为一位童星长大的,在长大以后样子和小时候有了出入,所以被质疑整容了。 但杨子在节目上面的时候,为了证明自己没有整容就推鼻子,所以大家相信杨子整容还是没有啊。 但不得不说现在杨子的人气是很高的了,而且演技也是得到了提升。 杨荣杨荣在一次的发布会上面的时候也是被质疑整容了,但杨荣为了证明自己没有整容在微博上面就晒出了自己的系列照片,而且看上去也是很清新的。 而且在看了之后,大部分也表示只是发胖了。 大家喜欢这样的羊绒吗?杨蜜杨蜜在感触到了的是脸是帮型的,之后就变成了现在的这个样子。 所以很多人也是质疑杨蜜整容了。 但杨蜜说,自己是把掉了四颗牙才变成这样的,不得不说真的很拼了。 但现在的杨蜜其实是很漂亮的,而且演技也是得到了认可。 你们喜欢这样的杨蜜吗? 迪丽热巴迪丽热巴是新生代女演员,而且出道以来,也没有什么飞儿和黑料的。 而且热巴也是长相惊艳,但因此也被质疑整容了。 但在证明之下迪丽热巴是没有整容的,因为在这么强力的吹风之下热巴的五官还是依旧好看的。 你们喜欢这样的热巴吗? 看了这么多,你有什么想说的呢? 你最喜欢老位明星吗? 欢迎大家在下面评论,去,给小编留言哦。